那這個很厲害 因為氣球這項東西可以帶給別人玩笑 我就離開原區 把這項玩笑上過出去 也可以賺取不錯的利潤 所以我就離開了原區 然後在做氣球的第一個機會 就是在新竹縣的文化展規 辦了一個個人的氣球展 那時候人很多 然後呢 開始很多學校單位找我 那我也利用這個機會到日本去參加比賽 然後慢慢堆積時間久了 就把這個當作是教學 所以我的學生四歲到七十歲 從台灣 然後主要平常一直在直進去教學 然後最近接受到樂林 快樂學是逛了很忙 然後把它 直接推出去了 它是一個現象 它跟牛隊有關 就可以解釋 什麼叫作作用力跟反正力 所以小朋友一踢 選擇一踢 成功 一步 發生的一步 成功 感谢观看